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由历程贸易赞助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红葱酱 咖喱炒酱 给您家的美味 加州南部出现变种病毒 川普当选年度最受景仰人物 柏州乐园开园10分钟 客流爆满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12月3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伦 2020年即将结束 但全国各地仍持续遭受着新冠疫情破坏性的攻击 全国昨天的单日死亡人数超过3700人 初级自疫情爆发以来的历史高位 而全国的新冠住院人数高达12.4万 因此批评疫苗接种速度缓慢的声音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美国的接种速度落后其他拥有疫苗的国家 此外疫情也在持续打击民众的经济 许多人都过得苦不堪言 德州中部的一个食品分发点涌入了大量车潮 该服务点的工作人员称 他们的食物足够帮助1700个家庭 据悉在领取食物的民众里 有一部分是首次领取 与此同时 全国昨天的单日死亡人数超过3700人 再次创下记录 而各地的医院仍不堪重负 庞大的新增病例导致无论是普通病房 还是家户病房都人满为患 温身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 上周全国各地的重症病房中 新冠肺炎患者已占到40% 而9月份时 这个比例仅为16% 由于单日新增病例 与住院人数不断增加 各州都在努力研究 如何更有效率地让人接种到疫苗 密西西比州卫生部门就表示 他们将在下周 推出18个免下车接种点 此前总统川普曾表示 到了明年4月份 就会有足够的疫苗 提供给每一位民众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疫苗一天不普及 他们就一天无法恢复正常工作 这就意味着 他们将持续承受疫情带来的 既克罗拉多州之后 加州南部地区也出现了 与英国相同的变种冠状病毒 州长纽森今天宣布了一下 2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来提高防疫水平 并帮助孩子们尽早返回校园 此外圣地亚哥一名护士 在接种了新冠疫苗之后 仍不幸感染新冠病毒 在与国家防疫领导人 福奇医师的采访中 加州州州州纽森在近日表示 与英国种类相同的变种冠状病毒 目前已现身南加地区 福奇医师指出 该变种病毒具有更高的传染性 但病毒的杀伤力 目前还没有出现较大的提升 纽森指出 政府尚未查明变种病毒的确切位置 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该病毒目前出没以南加地区附近 同时 为了帮助州内学生尽早返校 纽森在今日提议拨款20亿美元 来支持加州的教育系统 该笔资金将被用于购买个人防护设备 新冠测试和其他物品 来帮助学生们尽早安全的返校 如果州内的疫情稳定 那么政府最早可在明年2月或3月份 开启实体课程 然而在圣地亚哥地区 当地一名护士在接种了新冠疫苗后 仍不幸感染 对此 州内的医学专家做出了推测 专家强调如果相关人员在接种时期就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疫苗将会在数天内失效 并且即使进行了接种 人体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 截止目前 辉瑞和莫德纳两家公司都表示 第一剂新冠疫苗将可为人体提供50%对免疫力 而在接种了第二剂之后 免疫力才会上升至90%或以上 美国疫情人处于失控的状态 但佛州的游乐园今天开门仅10分钟 游客量就达到了上限 同时全国乘坐飞机的人也连续4天超过100万 在这种情况下 接种疫苗成为了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最优选择 并且未来人们可能需要提供自己的接种新冠疫苗证明 才会被允许坐飞机 看电影甚至是进入餐厅吃饭 美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已在进行当中 而在明尼苏达 为了能确保接种的安全与有效性 医护人员可以驾车打疫苗 只需要摇下玻璃就可以完成整个过程 而当地很多人为了能够有免疫力都排队接种 虽然医疗工作者在紧急接种 疫情却不见好转 联邦运输管理局统计数字显示 过去四天 每天在全国机场安检的人数都超过了100万 圣诞新年纪的旅行高峰如气而至 尽管CDC一直建议民众不要出行 待在家中 但不仅是机场 游乐园也看见了游客的激增 位于奥兰多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今早开门仅10分钟就达到了游客上限 原方表示 从上周日开始就看见了人流量的明显上升 并且因为该乐园没有预约系统 所以是先到先进 公园一边控制着游客总量 一边建议民众灵活选择时间 所以健康专家们预测 在美国没有办法控制人群流动的情况下 未来很有可能会采取疫苗接种安全码的方式来管理疫情 人们可能需要在手机展示二维码 或者携带接种卡 在进入公共场所时出事 才会被允许进入 穷国各大机场与航班 也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疫情 然而这在实行上会碰到什么样的阻碍 还有待观察 但现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更多的疫苗涌现 今天中国国药集团的三期实验数据显示 其开发的新冠疫苗有效率达到79.34% 目前公司已经向中国要监局提出上市申请 据了解 中国还有四款疫苗在第三期的实验中 而中国国药的结果显示 疫苗安全性良好 虽然低于辉瑞与莫德纳的保护率 但要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设置的 50%有效性门槛 根据盖洛普民调 川普总统与前第一夫人密学欧巴马 分别成为了2020年全美国最受敬仰的男性与女性公众人物 川普本次当选也打破了前总统欧巴马 对这一头衔长达12年的垄断 此外被提名的其他著名人物 还有拜登 福气 马斯克 盖兹和达赖喇嘛等人 盖洛普民调显示 川普本次获得了18%的民意支持 成功登顶2020年美国最受敬仰的男人排行榜 第二名则是前总统欧巴马 得票率为15% 此前欧巴马连续获得该头衔12年 与艾森豪威尔的记录持平 但在2019年 川普与欧巴马两人几乎在民调上不分伯仲 最终欧巴马以微弱优势获胜 本次榜上前十名的人物还包括总统当选人拜登 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气 教皇Francis 特斯拉CEOElon Musk 参议员桑德斯 比尔盖茨 勒布朗詹姆斯 与达赖喇嘛 盖洛普撰文称 现任总统一般是民众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最受敬仰的人物 但他们往往也会因为政策不受欢迎 而在这份排名上落后于其他人 但像比尔盖茨等人则是榜上的常客 2018年离世的葛培里牧师则是进入前十名61次 兼总统吉米卡特有29次 他也是目前在世的人中上榜次数最多 对此 川普总统则在推特上写道 为什么自己这么受欢迎还输了大选 继续质疑选举作弊问题 女性方面 前第一夫人密雪儿欧巴马则是连续第三年蝉联最受敬仰人物 获得10%的投票 6%则给了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 4%投给了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其余上榜的还有脱口秀女王奥普拉 德国总理梅克尔 希拉蕊克林顿 国会自由派女议员AOC 英国女王 刚刚获得任命的最高大法官巴雷特 以及环保少女Thunberg 盖洛普认为 拜登欧巴马与川普将继续占据着最受敬仰人物的前几位 尤其是川普几乎得到了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 这也让他未来还有很大机会继续占据榜首 而在女性方面 贺锦丽在与拜登一起赢下大选后支持率窜升 这也让盖洛普预测 这名首位女性副总统 可能在未来民调支持率中会继续上升 夜门机场爆炸26死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英国议会两院 今天通过了与欧盟的贸易协定 这也让脱欧计划正式扫清了最后一片阻碍 不过英国的新冠确诊数字再次创下新高 卫生部长宣布明天凌晨开始 对更多的地区实行最为严格的限制措施 而卫生部长也在宣布戒严的同时 批准了牛津大学新冠疫苗的接种许可 今天在12月31日脱欧过渡期的最后期限之前 英国议会两院加速开庭 以521票对73票快速通过了与欧盟的贸易协定 这也标志着四年多的脱欧谈判终于达成了最后一个里程碑 首相强声告诉国会议员 在达成协议之后将会开启英国新的篇章 以后英国的法律和国家的命运将会由自己来掌控 虽然脱欧贸易协定在新年终身之前及时敲定 但新冠疫情却继续在英国失控 英国卫生部在昨天发出公告 单日的确诊人数首次突破了5万人 而就在前一天才刚刚突破了4万 其传播速度之快让该国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根据英格兰国民保健署给出的数据 确诊数还会在新年之后继续增加 因此卫生大臣汉考克紧急宣布 从明天凌晨开始 英格兰东南部的所有地区 以及中部、西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将会进入最严格的四级封锁限制 这也意味着英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将会受到影响 除非有合理的原因 否则人们不能离开家中 其余非必要的商店、健身房、理发店 在内的企业都必须关闭 不过汉考克也在同时表示 由阿斯利康制咬公司和牛津大学 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已经被批准使用 这是继辉瑞疫苗之后 英国本土批准的第二种新冠病毒疫苗 目前政府已经向阿斯利康订购了一亿剂 足够5000万人接种 首相强生也在推特上称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 也是英国科学的胜利 这种疫苗将会在1月4日开始接种 预计有效性可以达到90% 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与辉瑞疫苗相比 其价格更便宜 而且无需冷藏 阿斯利康公司也承诺 会在2021年第一季度内 向全球输送7亿剂疫苗 虽然目前英国出现变种病毒 确诊人数又突然暴增 但疫苗的问世毫无疑问 会给新年假期萎靡的民众 注入一针强心剂 内战不断的夜门 本月18日好不容易才宣布成立新政府 然而新政府成员 今天乘专机抵达雅丁机场后不久 机场就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60人受伤 但并无任何的政府官员受伤 爆炸发生以后 资讯部长厄亚尼指控 这其攻击行动 是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 胡塞武装所为 同时他也再次确定了 所有内阁成员的平安 目前 包括总理萨伊德在内的内阁成员 已被安全地转移至 位于亚丁市的总统府 厄亚尼还在推特表示 这起恐怖攻击行动 是懦弱的表现 英国天空新闻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爆炸发生以前 有人听到无人机在飞 当内阁成员专机抵达的时候 至少传出两次爆炸声 机场传出了爆炸和枪声 机场附近冒出大量的黑烟 班机在爆炸之后才降落 乘客慌忙逃生 据悉 这起事件被外界认为 和叶门内战有关 叶门内战从2014年至今 几乎都没有停息过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 各次支持不同的武装派系 争夺地盘 冲突至今尚未平息 据悉 流亡沙特阿拉伯的总统哈迪 早前与南方过渡委员会 组成联合政府 新内阁成员上周六 到沙特出席宣誓就职仪式 总统哈迪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 联合政府24名部长中的23人出席 政府成员们 30从利亚德返回 叶门临时首都亚丁 克罗埃西亚中部地区 29日发生6.4级地震 至少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 超过20人受伤 多栋建筑损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第一 时间致电克罗埃西亚总理 普兰科维奇表示慰问 并承诺提供紧急援助 当地时间29日12时19分 克罗地亚发生6.4级地震 震中位于首都萨格勒布东南方向 大约50公里的小城 比德里尼亚 震源深度10公里 克罗地亚周边12个国家均有震感 克罗地亚总理安德烈 普连科维奇29日晚间说 迄今发现7名地震遇难者 可能有其他人丧生 副总理托莫·梅德韦德 赶往灾区途中说 比德里尼亚市 有一名12岁的女孩遇难 镇中附近格里纳镇 5人死亡 克罗地亚通讯社报道 搜救人员在镇中附近 另一座村庄的教堂碎砖下 发现了第7名遇难者 克罗地亚警方确认 目前至少20人受了轻伤 另外6人伤势严重 搜救仍在继续 军方已经派出人员赶往现场增援 克罗地亚内政部长达沃尔博日 诺维奇说 欧盟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 克罗地亚预期获得欧盟的帮助 分管危机管理的欧盟委员 将到彼得里尼亚查看情况 目前正值冬季 克罗地亚需要帐篷 睡袋和取暖设备等物资 据悉 克罗地亚于2013年7月 正式加入了欧盟 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 今年疫情期间 欧盟曾向克罗地亚提供 5.1亿欧元的财政援助 南加圣地牙哥的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突破了2000大关 医疗机构不堪重负 国民警卫队本周向当地 派遣了医疗小队进行支援 负责人表示 为了减轻机构面临的住院压力 医疗小队将在当地 设立一个备用的护理站点 护理人数最高可以达到200名 近期由于住院案例源源不断 南加地区的医疗机构 已经不堪重负 在圣地亚哥地区 国民警卫队在本周 派遣了医疗小队 来协助医院工作 减轻当地医护人员的负担 目前该小队试图在医疗中心的10楼和11楼 搭建备用护理站 来减轻机构面临的巨大压力 据悉 医疗小队负责的备用护理站 最多可容纳200名不需要重症监护的患者 当地医院表示 在ICU重症监护病床严重告急的情况下 此类帮助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 这已经不是国民警卫队 第一次为周内的医疗系统提供援助 大约在10月和11月之间 40名军队医护人员 就被派遣至桑提市和艾尔卡红 协助当地养老院的日常工作 我们会在那里 我们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支持我们的社区 截至目前 圣地亚哥的担任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2000大关 一些环保组织和海滩有客表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在加州的海滩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被民众随意丢弃的一次性口罩 专家警告称 这一些一次性的个人防护用品 不但可能给人们带来健康上的风险 同时还会对环境及海洋生物造成破坏 环保人士呼吁民众不要随意丢弃防护用品 并建议一般民众购买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 无论是花坛中还是街道上 原本应该被丢弃在垃圾桶的一次性口罩 随处可见 总部位于圣克鲁兹的海洋保护组织 拯救我们的海岸表示 他们常看到口罩被乱丢的地方 为海滩边的店铺 停车场及海滩入口 而这些口罩很容易被冲入水沟 排到大海 拯救我们的海岸呼吁有关当局 因更深入地研究这些垃圾对动物的影响 专家称 这些一次性口罩和手套 被丢弃后很容易分解成小碎片 无论是海边的海鸟 还是海里的鱼类 很容易误食 堵塞消化道 对此 环保人士建议一般民众 购买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或确保一次性口罩 一定要丢入垃圾桶内 环保人士呼吁 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 降低新冠疫情 对动物及环境造成的影响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目前我在纽约 为大家做今天美股收盘的报告 今天周三美股高开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 600美元的这个刺激支票 将于本周或者下周就会到账 这大大的提振了市场 五盘持续上扬 道指的涨幅超过了100点 截止到今天收盘 CNA股指全部都小幅的收高 而道指呢 更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 截止到今天收盘 道指上涨73点 报30409点 纳指上涨19点 报12870点 标普白指数呢 则是上涨了5点 报3732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这个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美国地产经济商协会 叫NAR 公布的数据表示啊 11月份的二手房签约 指数环比呢 是有所下降的 下降了2.6% 报125.7%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有所下降了 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呢 是有所降低的 这背后的原因啊 是由于房价一直是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呢 这个供应的供应 又是非常少的 在市场上的存量二手房 并不够足以支撑需求 但尽管如此呢 这个指数仍旧是远远的高于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这能够表明啊 尽管这个房价很高 然后供应量不多 不足 但是需求仍旧是非常高涨的 好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只焦点个股 在今天的表现 首先第一支是疫苗相关股 阿斯利康 今天阿斯利康是小幅的收高的 因为英国呢 已经批准了使用牛津大学 以及阿斯利康的这个新冠疫苗 截止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阿斯利康是上涨了0.28点 报50.18点 另一只焦点个股呢 是来自于美国最大的院线 AMC院线 他们今天表示 希望通过出售5000万的 5000万股的股票 来筹集大概是1.25亿美元的 这个新一轮的资金 以避免破产 目前这个AMC院线 正在试图巩固它的资产负债表 来抵御一下新冠疫情 所造成的这么一个 长期的对电影行业的冲击 截止到今天收盘 AMC是下跌了0.13点 报2.16点 接近年以来 AMC已经跌幅超过了70% 好了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周蕊 在纽约为您所做的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 12月3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